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 因为他是一期的肺癌 最早期的肺癌 他问我 我说我能治好吗 我说你大的概率是完全治好的 古迹完全能治好 那么他就问我说 治好是什么概念 我就说完全就像感冒一样治好了 他说能百分之百保证吗 我说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根据我们科学的证明 百分之九十的五年生存率 我说你治好 结果他回了一句说 百分之五十的五年生存率 是不是我只能活五年 那么搞得我哭笑不得 我说不是你只能活五年 而是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 你活在五年以上 而且我们医生把五年生存率 定义为叫临床治愈的标准 就是一个病 如果你能保证他百分之百的五年生存率 那就是这个病意味着 他是完全能治好的 比如说我经常给大家讲的 肺小节节里面的原胃癌 原胃癌做完手术以后 他的五年生存率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那么十年生存率呢 也是百分之九十九 活过五年的被我们医生 称作是临床治愈 而不是说是你只能活五年 不是说一听五年生存率 就是只能活五年 而是能活过五年 大的可能性 治愈了 治愈了